东亚清运 别让戴茨颖取不了奥运中国主导取消明年台中举办东亚清运 当然是针对蔡政府两岸政策而来 警告兴致一味浓厚 但青年运动选手何孤 逼者认为 中国此举效果根本是 微微就照 让蔡政府的以摆脱施政绩效不张和内外交迫的低迷困境 进而从中突围找到年底选举的最佳催票动能 实在是非常不治 完全是在惩暴虎风和之满力 当务之急事两岸都应该要有所节制 不要 以激致己 而应经由不断的沟通和折冲 努力打开一扇窗 作为彼此间的共同润滑稽 期盼中国能够悬崖勒马 不要剥夺台湾青年运动选手的国际出赛机会 政府也应该有智慧找出平衡点 穷尽一切致力挽回这场中大运动会 不要最后连 中华台北 的奥会模式都赔上 甚至损及R2东京奥运的参赛权 到这代资影等运动好手无法出赛 重礼者 可以 从小平